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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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我是新人UP主 Juri 那我又回来了 今天应该是给大家开一个 Black 8的007 然后是最后一部无杀复死中的战术装备的那一套 希望不要开错了 因为我也没有开过 就是最真实的最原汁原味的开箱 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吧 这个包装好结实 看到了应该没有拆错 是它的用了很多年的电影彩报的封面 这个电影延迟上期了很久 一度被评价为是无瑕上映 我看之前还抱了非常大的期待 结果发现这个剧情虎头蛇尾 然后这个大反派萨芬也是出场逼格拉满 最后又是血压拉满 非常的拉垮 不过最后007的结尾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情怀 给它一个比较好的结尾 看出来我们先把这个主体套出来看一下 还是一样 先端向上头雕 这个头雕的涂装非常的惊人 竟然有一种手涂的感觉 除了这个眼睛就还是那种工厂私印的那种水平 可能比较一般以外 它这个肤色 包括它这些小色斑 然后小胡茶涂的挺带感的 一会儿好好拍个bio来好好地展示一下 这个身材开出来感觉就比较拉胯 比较一般 需要调整一下 手臂也很粗 然后身躯呢 又太细 腿也有点细 身高看起来还比较的适合 因为邦德它不是很高嘛 这一代邦德 这个先放一边 这一套的配件应该就是很简单 它有一个长枪 对不起我不是军迷 我不能准确地输出这个枪的名字 我看做工呢 这个枪的模具还可以 就是缺少一点分色 这是什么东西粘在上面 上面粘了一个不明物体 应该是一个指头 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能活动的东西 这个能稍微活动一下 然后它在这个枪把下面开了一个弹仓 这是正常的吗 如果弹幕中有君迷朋友可以沟通一下 我理解为它的弹架应该是在这个里面的 这个厂商好像有一点小失误 然后呢是它的经典小PPK 这个我是认识的 然后没有什么可动 这个应该是PPK的消声器 应该是可以插在上面 果然 带上这个PPK这个味道就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邦德的手表 这个手表看起来还可以 虽然应该不是它的 它在那个里面带的那只Omega的手表 应该是就是编人通用的手表 不过做的还挺精致的 然后呢就是一些手套手型 握全手 这个应该是不会用的 握枪手和放松手 这个应该还比较有用 后期呢应该是会摆一个战术握枪的造型 然后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它的枪挂一样的东西 这个我要研究一下怎么去弄 然后呢就是一个底座 这个东西我也是不用的 那就稍微展示一下就把它放起来吧 开箱非常简单 那么下面就简单的分享一下我对素体的一些小小见解 仅代表个人 我平时自己低兵人呢 或者帮别人低兵人用的比较多的呢 是TTM系列的素体 就是TTM21 然后TTM18 然后TTM22 然后大家广为好评 但是我不太喜欢用的博式素体 基本上来说呢 Hot Toys的玩具 它都是基于 就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款式 它都是基于这几款素体的不同的部件进行拼接的 那么我觉得Hot Toys对素体的理解 相对于别的厂商呢 它是一个next level的存在 它对整个素体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然后包括各个细节 各个弧度 就比如说有些厂商 就是我就不指明是什么 它会把整体做的可能很厚实 但是呢 它会忽略一些比较核心的问题 比如说 因为可能有些决策它确实是螺圈腿 但是呢 从冰人美心的角度上来说 以及适配大部分角色的角度上来说呢 冰人的腿应该是直的 也就是说 它这个的连 整条腿的连接线的中轴 应该是在一条线上的 就无论它的外面的肌肉造型是怎么样的 这个中轴和最后连接到脚的轴 应该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这样呢最后冰人穿裤子出来 它会比较好看 腿会比较直 如果这个角色是螺圈腿呢 也可以通过它去增加一些外侧的肌肉 打掉一些内侧的肌肉去实现 那么可塑性是比较高的 包括这些素体它的各个部件 因为Hot Toys自己本身它去创作不同角色的时候呢 它也是通过这些现成的模具 因为开模具很贵嘛 它去进行拼接的 所以它的可塑性是很高的 你可以选择把22的手 就这个很细的手 接到21的身体上 那就会形成一个穿西装比较好看的素体 这些反正都可以随便拼接 然后呢 这个博士素体先不提 因为我个人很不喜欢用这个素体 它是比这些 可以对比一下 它需要比这个21厚很多的 在厚度上 那我就觉得 如果用这样的素体去穿一些比较正常的衣服呢 就显得太壮了 以及你要去把它被磨掉 这是很费劲的事情 但是大家喜欢博士素体的原因就在于 博士素体的胸位是比较正常的 它的胸位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平时用到的这个21呢 它的胸位就是 它的这个 胸部是有点下垂 这个需要去手动的修 但如果不修呢 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 但是权衡利弊之下呢 我还是会用到21更多一点 这个博士素体我们就放到旁边 不谈 然后呢 这个是 从DX11里面拆出来的21 那我平时也不会用Hot Toys的21 我会更多的用到三方 它去翻膜 产生的21 那么可以 接下来就针对这三个素体进行一些小小的讲解 首先是中间这个18 18呢 除了有Hot Toys原产的 当然现在因为Hot Toys它不再单独的 推出掉卡产品了 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推出的素体你们去资低 那谁还去买官方的东西呢 但如果你想要官方的素体 你实在想要那你肯定也会买一盒Hot Toys的产品 去拆出来使用 哎 这样就非常的商业 中间这个18呢 大家可能 也是可以买到一些三方的翻膜的 但是呢 这些厂家会把这个标成窄尖素体 但其实 18是这几个素体里面最宽的 它一点都不窄尖 包括很多人会觉得18很瘦 但其实 18的侧面是要比21 最高点的厚度是一样的 基本来说厚度是一样的 所以18呢 就是一个宽肩的 然后还挺有肌肉的素体 并不是很瘦的 18我可能 之前大家会用18的手 然后去组装到21上面 因为18的手相对21上来说要稍微瘦一点 去做一些西装的造型 那么现在大家都用现成的这个 22的手配上21的身体 也就是大家所谓的M01那些素体 所以呢 18平时用到的几率也是比较少的 不过组小丑的时候 就是C4iG的小手的时候 还是会用到18的 我觉得18用到那个上面 是比较好的一个用法 然后21呢 是这几个极块里面最瘦的一个素体 也是肩膀最窄的 也是手臂最细的 说错就是22 然后22呢 它会更多的用在比如说荷兰地的蜘蛛侠那种角色里面 然后22正常也是要比21矮大概5毫米左右的样子 我这个是用了一个增高版的腿 所以当然因为我手上没有非常非常原装的22了 所以呢 这个22比较特殊 它竟然比21更高一点 它适合就做那种很瘦很瘦的角色吧 瘦高瘦高的 或者说是未成年的年龄比较小的角色 会比较更适合一点 但其实总的来说呢 没有什么角色是可以直接用这几个素体套一套 就说那种出效果的 基本上来说都要对素体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素体其实和真人的感觉差的还是挺远的 哪怕是就比较接近真人的这个22素体 它的手都是很粗的 然后躯干呢是比较细的 相对于真人来说 所以呢 每次在组病人的时候呢 我都会把躯干去根据角色的需求去增宽一点 或者说是增粗一点 然后我用的比较多的是21的素体 21的素体对于大部分角色来说是偏壮的 所以可能对它这个胸肌 要进行一些修改 就包括它这个手也是比较壮的 然后呢回到今天这个邦德的问题上 邦德那这两个就基本排除了 跟它们没有关系 那就是这个21的问题 这个邦德里面应该也是配的一个21的素体 因为第三方的厂商它不可能说给你去修改每一个素体 然后就慢慢的改慢慢的帮你去打理 然后再出厂 它肯定就是直接拿一个比较接近的素体去给你套一下 就给你出厂了 那么如果想要比较好的效果呢 那肯定是要自己修改一下的 目前这个邦德一眼能看到的问题呢 就是它的腰非常的细 然后呢手非常的粗 同时呢21的这个肌肉量 对于邦德来说呢 那就是偏少了 所以呢 就包括它的下半身 因为邦德这种有常年训练痕迹的人 他的大腿边侧的肌肉 包括整个的胯 它会比正常人要宽一点 所以一眼看到呢 是要对邦德的身躯进行一些增肌 然后把它的手呢稍微磨掉一点 因为目前来看这整个肩宽 头肩比就已经有点 可能整个肩膀有1.5个头的样子 就已经有点太宽了 所以要打磨掉一点 这个头雕确实是真的很不错 然后呢可以脱下鞋看一看它这个身高 它这个身高总的来说其实也是有点偏高的 哦对忘了介绍了 就是我的一个边人的身高体系吧 总的来说呢 因为我的所有的素体构筑都是构筑在这个21这个素体上面的 所以我会认为21这个素体穿上 装上Hot Toys那种脚型就是那种赤脚的造型 它是一个178到180左右的感觉 然后呢如果他去穿那种Hot Toys那种最浅的胶鞋 我会认为它是 我把它定为我一个170的标准 然后我看有些朋友他可能会用曲去量这个冰人 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演员的身高 然后除以6 那么我之前也是这样做的 但我后面发现是不可持续的 可能还是大家要以自己现有的玩具 就比较新的 然后你觉得比较准的 比如像我一样用这个21 或者说是用DX19 就用Hot Toys的最新的身高体系 去构筑自己的冰人的身高体系 为什么说 为什么我觉得去让这个冰人去贴合他角色的身高很重要呢 是因为大家其实家里可能会有很多冰人 然后如果你总是用这几种素体来穿的话 那这些角色的身高最后看起来会差不多 这是很诡异的事情 因为如果这些角色的身高有高有矮 那么他放在柜子里看起来就会很生动 但如果他们是一样高呢 就比如说丹尼尔克雷格和什么莲姆尼森这种人 就一个1米75左右 然后一个1米9左右的人一样高 这样放在一起是非常恐怖的 就非常违和 后面呢就进入到我们素体改造的环节 素体打磨的过程呢就非常无聊 那就20倍速过了 然后呢这个箱子里面也都是素体的尸块 那么经过差不多三个小时老战 就把这个素体改完了 改动的点呢主要是首先把它的这个叫上臂的外侧和这个大臂 和这个小臂都打磨了一下 通过减少这边的厚度呢去突出它的这个公二头肌 然后呢腿这边稍微加了一点 可能有一毫米的样子吧 因为我是先把这个泡沫贴上去之后要打磨的 所以也没有一个比较精确的数据 然后这个腰呢这边有一个断层 这边是用来藏这个裤子的 因为玩具的裤子它是有厚度的嘛 穿这种比较紧身的衣服的时候 它裤子的厚度是会展示出来的 所以非常的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非常不美观 然后腿这边呢我是把这个鞋子的深度用冲击钻打得更深了一点 原来的接口呢留的是比较的高 会让这个邦德看起来呢是可能会有那么个 一八五左右的样子 那么我又往下打了大概一厘米的样子 这样呢它的身高就会比较的合适 然后腿这边做了一个这样的填充呢 是为了让那个裤子穿起来 这样它就会有一层骨在外面 那整个胸是做了一个填充 就让它看起来更壮嘛 包括后背的肌肉 这基本就是所有的改动了 那么后面我会把它封上一次 一层我常用的肤色贴纸 然后就把衣服穿起来看一下吧 总体的效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是小臂的末端其实还是没有处置的太好 就是可以再细一点吧 不过跟之前的比起来呢是已经好很多了 可以跟之前这个说拜拜啦 那么这套邦德的造型呢 其实我想组已经很久了 我大概在一年前呢就买了 blackbox出的这套战术套装 因为这个电影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宣发了 然后陆续放出一些造型以及海报 电影很早时间就拍好了 但就是因为荡期的原因 所以就没有上映 那么我当时买到了这个blackbox之后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邦德这套衣服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组出来的 它这个衣服总体来说呢 是只能说差强人意吧 它的纹理比较粗 然后呢衣服非常的厚 不要说跟定制的那套比就是跟这个black8的比 它的这个纹理也是粗的很多 就穿起来很不像真人 同时也很厚啊 这个非常的厚 我感觉它这个一层布料可能要有它这个两层布料的厚 所以我就没有组 就包括这个black8的裤子 我觉得它这个裤子呢 材质有一点奇怪吧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材质 虽然有可能它在剧中穿的材质是更接近于一种的 以及它做了很多细节 就比如说这个拉链 以及它这边的亮片 这些细节它都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对吧 就包括这边这些小细节 它这边确实是有两个纽扣的 然后它做的这个blackbox做的是可以扣上的 这边的颜色也是比较接近聚中的 这个小袋子 细节烤具比较到位 那么这个black8的裤子呢 这两个亮片原来是没有的 这个是我自己烫上去的 然后细节上来说是有一些省略吧 就比如说这边的裤子的拉链 不过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样它在这边加一个拉链呢 你把这个裤子穿上去之后是非常不好看的 它这个拉链会顶着 但它这种做法呢我觉得是为了兼顾整体效果吧 这样穿出来的效果呢可能就会更好一点 但这边的颜色是错了 包括这个袋子它其实聚中是这样一个收口的 它有一个这样的收口 就不是这样放开的 但是它这样放开呢 穿上裤子之后 腰会显得更好看一点 就更有垂感一点 所以这边我也是不做改动的 其实想怀疑的话很容易 就自己粘一下 然后把这个袋子涂一下就可以 鞋子呢就没什么好对比了 这个black8呢 做的基本是对的 然后那个blackbox用的鞋子 跟这个剧中穿的Danner 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说到这个鞋子 我就忍不住想吐槽这个无暇赴死 因为它里面的商业元素实在是太重了 它这个Danner呢是跟007联名的一款鞋 然后007在电影里面直接就穿了 这就很离谱 就包括它这次采用的这个手表 这手表上面正面你看它这边有一个这个邦德的海军的标志 然后背面呢就直接写的什么007啊 然后各种就是纪念邦德的数字 这样是很有情怀的 但这块表呢是邦德在电影里面直接带的表 当时邦德应该是处于一种就是隐居的状态嘛 它带这种表就是很暴露自己身份的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商业元素实在是太重了 就已经到了如果你去细究的话是很离谱的状态了 别的呢我觉得这套的亮点主要还在于这个头雕 这个头雕真的是涂装非常非常的精细 这个眼睛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就是普通三方的水平 但是呢这个肤色涂装真的是给我惊喜 可以拿一个大家之前可能比较好评的这个眉6的头来对比一下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刻画的时期不同 所以眉6的细节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总体比起来呢我觉得这个black8是乱纱 它这个肤色真的很厉害 眼睛的话我觉得这两个差不多 那如果把它跟手艺人涂的放在一起 对比的话这个是三部的邦德 然后是手艺人手涂的 就肤色上来说我觉得是说句得罪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甚至略胜一筹 我可能比较喜欢这种细节比较多的感觉 这头雕是很赞的 就是眼睛还是普通三方的水平 可能需要重涂一下眼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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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